由北京建华实验学校、北京艺庄实验学校学生组成的北京小记者团来美参观考察 对美国生态环境、教育科技人文环境留下了深刻印象 请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受美国南丁格尔文化交流基金会的邀请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、北京艺庄实验学校组成的北京小记者代表团 赴美国波斯顿、纽约、华盛顿、洛杉矶等地进行参观考察 对美国的环保生态、自然环境气候、文化教育体制、科技发展、社会人文留下了良好印象 小记者们深入到美国的政府机构、环保机构、新闻媒体、科技园区、美国名校进行采访 增强了自然生态的保护意识 他们也体会到解决环境污染不仅需要先进的管理方法 更重要的是要有配套的法律法规来监督执行 中国公民的环保意识还有待提升 代表团的小记者们走进美国了解美国取得了丰硕成果 美国南丁格尔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席张苏九 还在家中用中仓来招待小记者并给他们帮发游学证书 到东部和到我们西部都了解一些关于媒体方面的 另外呢他们呢就因为是小记者团嘛 所以也要求他们每天看到的东西呢都自己写点报告 也是训练他们的写作吧 也得让他们就说了解了解就是美国的情况 美国跟中国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平时在英语课堂当中呢可能大家学到的都是课本上的一些读写知识 但是来到美国之后呢我们这里的同学都感受到了这边的文化的不同 感受到了这边生活状态的不同 自然博物馆和那个航天博物馆里面就是他们有非常多新奇的设备 还有一些好玩的一些那个一些好玩的研究 然后就觉得非常有趣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